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 最近这个AI大模型,因为GPT4.0,ChadGPT,文心一言等等这些事情 一下子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我们也做了很多期节目来介绍相关的进展 国内也不断有一些大佬开始下场 包括王慧文,张朝阳,李彦宏什么的 都开始说自己要搞AI大模型 就在昨天,创新工厂的董事长兼CEO李开复 也发朋友圈宣布将亲自组建Project AI2.0公司 进军大模型领域 李开复的原文大致如下 首先,他打算亲自筹组Project AI2.0公司 致力于打造一个AI2.0的全新平台 以及AI First的生产力应用的全球化公司 不仅以中国为基础,而且要在全球范围内召集人才 关于什么是AI2.0,我们会再稍后介绍 Project AI2.0这个公司不仅仅要做中文版的ChatGPT 也不仅仅要做图文创作的AIGC 即便是像微软365,Compilot这样的产品都还只是AI2.0能力的开端 对于AI2.0的未来,李开复和创新工厂可能有更大的一些设想 Project AI2.0的资金算力会陆续的到位 新公司的期权由新的团队绝对主导 在公司刚成立的阶段,李开复会亲自来带队 等有了合适的CEO之后,会把公司再交棒给CEO 据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全球大厂的人才确定了要加入这家新公司的意想 另外,李开复还PO出了他在1983年提交给CMU博士的申请信 纸张都已经泛黄 信件中写道,AI是对人类学习历程的阐释 对人类思维过程的量化 对人类行为的澄清,以及对人类智能的理解 AI是人类认识并理解自己的最后一里度 我希望加入到这个全新绽放充满前景的未来科学领域 40年过去了,李开复老师又准备撸起袖子加油干了 在3月14日的一场线下媒体会上 李开复也分享了他对AI2.0的一些看法 李开复认为,目前AI已经发展到了2.0的时代 这是AI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个时代 目前我们看到的ChatGPT,AIJC的内容 这些还都只是AI2.0能力的开端 那么什么是AI1.0,什么又是AI2.0呢 他拿电和电网举了一个例子 他认为AI1.0就是电,AI2.0就是电网 电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但是没有电网 也接不上任何东西 电是一项技术,而电网就是一个平台 他认为AI1.0是以2015年CNN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为核心的计算机视觉技术为起点 机器开始在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理解技术等领域 超越人类,于是开始有了机器人、无人驾驶的出现 AI1.0的瓶领在于在应用上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来收集和标注数据 而这些数据集和各种各样的模型又形成了各个孤岛 无法跨领域的使用 本来很多老板听到了AI很好,决定要做 做了一年之后没有结果,再往后就不做了 很多AI公司说帮助赋能了A,帮助赋能了B 给各个商业公司创造了价值 但是最终很难赚到钱,因为成本高 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AI1.0企业 投入了大笔的研发经费,但仍然常年亏损的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是,AI1.0被说得很神奇 但是感觉又没有那么的智能 像是人工的简单替代,没有跨领域的认知 AI1.0也缺少像互联网时代的Windows和安卓一样的规模化的能力 没有办法建立起完善的生态链 现在AI2.0时代到来了 它不再是通过对基础数据的标注来训练模型 而是让AI去收集全世界的数据 然后自己教自己 教一段时间之后形成一个模型 就是基础的大模型 也就是Foundation Model 这个基础的模型就是全世界的数据训练出来的 AI2.0的基础模型有几个特别重要的特征 第一,不用人工标注 可以阅读海量的文本 第二,规模非常大 成本非常高 做这一个模型需要几千张上万张的GPU来训练 第三,它通过微调等方式 能够适配和执行五花八门的任务 各个行业都可以在这一个模型上演化出不同的应用 从而克服了AI1.0单领域多模型的限制 AI2.0时代的第一个现象级应用是生成式AI 也就是国内流行的AIGC 生成式AI实现了无需标注的自监督学习 将AI从辅助人工升级到了逐步替代人工 打个比方来说 假设我们让AI读一本书的前九章 然后让AI去写第十章 再拿AI写的内容和真正的书的内容做对比 这样读过上千万本书后 模型经过不断的优化和迭代 就会变得越来越精准 最终形成可以适用于不同领域的基础大模型 AI2.0模型不仅可以学习文本和图像数据 还可以从语音视频自动化硬件的传感器数据 甚至是DNA或者蛋白质信息等多模态的数据中学习 从而逐步具有预测决策探索等更高级别的认知能力 所以AI2.0不仅仅是一个网红的聊天工具 也不仅仅是生产AIJC的内容 这些还都只是AI2.0能力的开端 人们不应该被限制了想象的空间 李开复还认为 所有的应用都会被AI2.0所重写一遍 不过这个过程是迭代式的 大概会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人机协同 即生产力工具将会首先实现升级 文档工具不再是逐字的输入 而是用户告诉AI想要什么样的文章 绘图软件不再需要用户动手绘制 通过文字的描述就可以实现 在这一阶段 人类仍与AI保持着协作的关系 筛选和纠正AI创作的内容 避免谬误和灾难发生 第二阶段是局部自动 一些容错度高的应用和行业 将率先实现AI的自动化 例如广告投放 电子商务 搜索引擎 游戏制作等等 第三个阶段是全程的自动 AI将变得完全自动化 并且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 同时在不允许出错的领域内出现突破 像是AI医生 AI教师这种应用成为可能 我们可以感受到在AI2.0的时代 创作的过程 用户体验 产品 商业模式 都不一样了 使用者也不一样了 过去是谁重复性的工作干得最好 就能够胜出 得到最高的认可 薪水和社会地位 现在是谁最能够深刻的了解品牌需求 用户需求 而且能够用非常精准的语言 描述出他想要的东西 然后让AI来生成 这种生产力工具的升级 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可以把创作时间从一小时缩短到几秒钟 把150美元的成本降到8美分 而且这些例子是已经都是真实存在的了 李开复还列举了六个 很快会被AI2.0颠覆掉的领域 分别是电商广告 影视娱乐 搜索引擎 元宇宙游戏 以及金融和医疗 具体的我们就不展开讲了 最后说一下AI2.0时代会遇到的挑战和问题 首先AI2.0背后一个很大的挑战是算力 今年那些做AI平台 或者做基础模型的公司 需要花几亿甚至十几亿美元来买机器 甚至还买不着 在这样的背景下 资金实力雄厚的科技巨头 将会有垄断性的优势 导致创业公司和学术界 很难做出有竞争力的模型 其次 现阶段 AI2.0并不能够做到完全的正确 AI还无法保存全世界的数据 只能通过压缩形成抽象的概念 因此会出现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现象 更重要的是 AI目前还无法分辨真伪和辨别是非 比如一些存在伦理道德和虚假伪造的内容 如果这些技术被恶意利用 将会带来无法衡量的负面后果 谣言的传播速度和力度将会大大提升 轻松可以让一个人甚至群体社会性的死亡 OpenAI的CEO也曾经说过 ChatGPT虽然很酷 但却是一个糟透露的产品 从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 AI2.0会不可避免的加剧失业的风险 一些顶尖的人才将会利用AI2.0 全面提升生产力和效率 随之而来的是重复性的工作 将会被AI2.0所接替 这些岗位上的人不得不寻求 职业的转变与技能的升级 其中包括很高比例的白领岗位 但是AI2.0并不意味着通用人工智能 也就是AGI的很快到来 人类还有很多与生俱来的关键能力 例如创造力 策略思考 跨领域常识 自我意识 同意心和爱等等 这些尚未被理解的深层次能力 是AI2.0目前还无法全盘复制的 下一个阶段就是如何让AI不犯错 让AI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文化 更好地融入人类社会 这个时代称之为AI3.0的时代 可能是更长远的未来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1.0 1.0 2.0 2.0